歡迎收看 《儀師好辣》 好 馬上來歡迎我們四位的 帥哥美女好辣 藝術團 歡迎今天三位特大賓 好了 我們講這個 我還是要講 節目開宗名義 我們講 女人是最偉大的 但身為女人真的 困擾也是百百種 但我們覺得女生 不只是注重外型 更重要的是 是 對 因為其實像 我覺得我自己而言 也是有的時候去檢查 然後都會有一些 什麼囊腫 就在胸部裡面 會造出0.2公分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 我有點分不太清楚 乳房 囊腫 纖維 還有硫 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哪些到底要追蹤的 我覺得今天真的要 好好認識一下 所以在這一集 我們女性觀眾 特別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這個乳房的問題 不只是外觀 當然我們健康很重要 對 我大概在四年前 去做全身健康檢查時候 就檢查出 右下側這邊裡面 有0.1公分的那個 席肉還是纖維瘤 反正就是一點點 一點點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說 他就說 那看要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 所以他就有這樣切開 從裡面這樣切一小塊 這樣拿出來 要做穿試嗎 對 後來發現是良性的 所以他就跟我說 那就不用擔心 就是要自己按時這樣子 定期追蹤檢查 對 那所以我後來就是 就是每半年的時候 我就會去給醫生 就是去醫生那邊做覆診 做回診覆診 那目前好像 這一次再去做覆診的時候 他是長到0.2 就是有變大 可是醫生說可是沒關係 目前 因為看起來他只一點點 他說如果說是 四年長0.1 他說還OK 對 那所以他就說 如果說是突然變大的時候 那可能就要注意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剛好是長在這邊 所以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們穿內衣 有沒有鋼圈 穿太緊 倒好壓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像我現在就是 盡量都穿無鋼圈的內衣 就是讓他放鬆 然後去給人家做 定期的胸部按摩 那我也是定期都會去 給方老師去推身體 就覺得前幾年那時候 好像工作壓力比較大 你就發現 在方老師在幫你按的時候 先是說 你的胸部有氣節 可是常常按的時候 氣節好像都沒有消 然後於是 我就這樣子去醫院去做檢查 就發現胸部旁邊 好是有一些些小小的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纖維化還是囊腫 還是什麼良性腫瘤 就是看了也忘記 因為醫生就說 反正那個尺寸是良性 就每年定期去追蹤 但說真的也 每年定期去追蹤 有時候就會忘記 像這幾年 就連續生了兩個寶寶 從懷孕生小孩 到餵 哺乳就是母奶的部分 到現在兩胎了 也謝謝今天這個節目 讓我想到 好像也三年沒有去做檢查 那好在我中間去檢查的時候 都說良性良性 就定期來 但也因為你知道 定期來都沒什麼 那個檢查時間 就會稍微有一點懶惰 跟拖得比較久一點點 現在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所謂的腫瘤 它 一般青春痘脂肪瘤也叫腫瘤 肝癌也叫腫瘤 然後另外一個 剛才甄莉提到一個 席肉的觀念 席肉一般來講就是 凸在皮膚外面的 在乳房來講 凸在皮膚外面的 才叫席肉 在那個乳房裡面 裡面的 它不會是席肉 比較常見的 可能是我下面講的這些東西 這應該是講乳房 不是胸部 乳房常見的腫瘤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纖維腺瘤 纖維腺瘤它就是一個 食心的東西 它在 年輕女性非常容易見到 那它也會 那如果本身 真的真的是 纖維腺瘤 其實它是不會變不好的 纖維囊腫的部分 它就是一個 你就把它想像成我們去 射飛鏢那種水球 然後長在乳房裡面 就裡面就裝了很多水 對 所以它這個東西 一般的 這個就是叫 纖維囊腫 它SIST 所以囊腫 那很多人會覺得 奇奇怪怪的變化 是第三個 纖維囊腫變化 其實是英文翻譯的問題 纖維囊腫的變化 是說我乳房 覺得摸起來好像有一塊東西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正常的乳房 我們從側面圖 剖開看 它就像很多葡桃串起來的 所以有時候在受你 受荷爾蒙的刺激 或比較勞累的時候 你某些乳小葉會變大 或乳管稍微擴張 摸起來就是 纖維囊腫變化 摸起來你就是 感覺有長東西 可是就怪怪的 一般真正會痛的 這四個裡面 大部分常見的是第三個 纖維囊腫變化 因為纖維囊腫變化的病人 我就說了 它的乳液可能某些區塊 大大小小的這樣 然後乳管部分擴張 部分縮小 那就代表你身體內分泌的狀況 不是很穩定 這時候就容易有一些 乳房疼痛的一些情形 再來最後一個是 所謂的 一般這種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因為它已經不是一個 正常的乳腺範圍 它好像有一點變化了 一般這種要嘛就是要 要嘛就是直接要 把那個區塊拿掉 大概比較常見的這些狀況 最值得注意的是 非典型真身的部分 今天我們要特別謝謝欣怡 來 我們這邊現身說法 其實我今天真的是來報恩的 為什麼 因為上一次我就摸到有異狀 那其實我也是隔了幾天 想說沒關係 我就先看看再說 剛好那一天就上了醫師好了 然後陳醫師就在我對面 我就趁著還沒開路前 就趕快去很緊張地問他 我本來想說陳醫師跟我講說 沒事你就追蹤就好了 那我就過關 我也就不用管他 是 沒想到我一問陳醫師 陳醫師說你這不行 這要趕快去看 我在202011月的時候 我漸減就發現 左右兩邊都有纖維線流 我是纖維線流 就是所謂食心的東西 對 可是呢 因為那個時候 也真的才一點多公分 那他們就說就是 追蹤 看就好 看有沒有持續變大什麼的 是 那後來不是疫情爆發 大家就開始停課停班 都在家裡嗎 我就覺得應該是我兒子 氣我的 每天心情可能會變好 怪到我兒子最上 我就開始亂怪蹤 沒有 反正我就覺得 心情壓力什麼都很有關 對 那後來到11月的時候 開始 反正就是很蓬勃的錄影的時候 就發現身體異壯 那補完乳的胸部 其實都會有點鬆鬆誇 你就想像吹扁 吹過的氣球再放氣 鬆鬆的嘛 那 為什麼我看鏡子 就是在下緣的地方 些許的有點圓弧 好像突然又 瘋滿了起來 我想說 再發育 怎麼那麼開心 然後我想說 不對 再發育怎麼 不是兩邊一起發育 是右邊自己發育 單邊的 對 那真的就是只有 些微的差距 我就開始這樣摸來摸去 摸到硬塊嗎 沒有硬塊 我就是發現一顆東西會動 我的觀念 你就覺得說 會動又會痛的東西 是好東西 不會怎麼樣 結果呢 在電視機前面 瓜哥你要仔細 因為後來才發現 我的胸部裡面 不只好東西 也有壞東西 後來我去掛了台大夾醫科 反正我當天錄完影 就 還沒錄完影 我就跟我先生說 怎麼辦 醫師說 那個需要緊張 我很害怕 他就立刻就幫我掛了 我就直接去台大夾醫科 幫我促診 是 因為我那天在節目上 不可能請陳醫師幫我促診 對不對 陳醫師也說 我也沒看到 我也不好意思 我說我知道 他就看了我的報告 告訴我說 他寫的寫法 不是太安全 他其實擔心我是 我還記得這名詞 他就幫我掛了禮拜一的 隔了三天 禮拜一的超音波 照的時候 他眉毛越鎖越 眉頭越鎖越緊 我就覺得不對勁 邊照他就邊問我說 你有沒有家族史 你出京幾次來 然後我就說 我13歲來的 他說那也不是很早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打疫苗 然後我就說我有打 他說那你打哪一邊 我說我打左邊 他就 可是你右邊比較大 右邊淋巴比較大 他說因為你這個 可能需要做切片檢查 對 然後我就 整個人就愣住了 然後我就說 要切片檢查 那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就是 我說那是不是我去年的 那個線流有變大了 然後他就說 不是只有變大 也有變化 我就說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他就說 我們有一個女醫師 她也非常的仔細 她自己做切片 她都是禮拜三做切片 我幫你問問看她 能不能加號好不好 她就給了我一張加號單 那我覺得 以她這麼積極的幫我處理 然後我覺得 我就是遇到貴人 一路都有成癮師 然後很快 都很快速 不然我想說你排大 怎麼可能那麼快 好 隔天我就去掛了 乳房外科去加號 他就說 因為那個超音波看起來 有一點 形狀有點張牙無爪 是 他一講張牙無爪 然後玻璃 對 我就覺得好像不對 好 他就說 那你等一下整候 你就去照那個乳房攝影 我非常的沮喪 我老公面色也很凝重 可是她還是一直鼓勵我說 沒事沒事 我們就是看嘛 等報告 好了 切片的時候 隔天禮拜三就切片 切片的時候 醫師親自來做切片 我都說 那如果所謂是不好的東西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二期以下 她就說 可是我覺得 你這個看起來 就是 單側有三顆腫瘤 她說有三顆 懷疑是多發性的 也不會只有疫情 我當下我眼淚 我就沒辦法止住 我就知道 其實就八九不離十了 她其實就是在暗示你 然後我就 就想說 那我三顆 三顆 為什麼會長三顆 反正後來我回診間的時候 醫師才告訴我說 隔一個禮拜就去看報告 所以12月9號 我就知道我確診 那12月1號到9號這中間 等那個報告 其實是超級煎熬的 因為你心裡知道不太好 但又不知道會多壞 對 而且你旁邊的人都很正面 還一直說沒事 沒事 我就心裡其實很想跟他們講說 你知道我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嗎 就開始有那種小惡魔跑出來了 然後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去安慰他們 因為我自己都很需要安慰 我還安慰他們 那後來醫生告訴我說 確認是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說 那醫生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分期是幾期 大概幾公分 有幾顆 他才告訴我說 我原本的纖維腺瘤 都是沒有變化的 我那三顆都是新長出來的 就是從2020的11月 到2021的11月 我長了三顆都兩公分 對 長好快 我現在就問說 那為什麼健檢沒有檢查到 為什麼會大這麼快 為什麼一年大這麼快 我們前天才做檢查 怎麼可能一年就長了 三顆兩公分的東西 傻眼吧 我自己也很傻眼 然後醫生就說 其實基本上 因為他們有驗指數 那我是 HER2陽性 HER2陽性 還有一個ER跟PR是陰性 他說ER跟PR陽性的人 陰性的人 會大得比較快 腫瘤會大 那我就是ER比較陰性 所以我那個形態的乳癌 會大得比較快 果然 反正我切片回去以後 快速增長 你看鏡子 你覺得慘不忍睹 因為反正你右邊 你很明顯比左邊還 連穿衣服都看得出來 那個時候 然後乳頭已經凹陷了 所以他們說乳頭凹陷 就是你裡面的腫瘤 已經大到牽引它 往裡面拉了 所以你每天看著自己 你就覺得說天啊 後來其實嚴重到 我在媒體上面沒有講 我也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怕嚇到大家 所以因為它凹進去的時候 側邊的皮膚 你要把它掀開來 稍微的清潔 其實都會有一些 它已經有整個像 種植這樣進去 對 然後連乳房的下緣皮膚 都已經出現那個叫什麼 很像韌成紋的那個紋路了 我就知道我的腫瘤大非常快 那其實我也可以再去 征詢第二意見 或者是做其他 可是我後來就覺得 不要了 因為我已經大很快了 我覺得我就在台大做治療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趕快 做手術了 他們說沒有手術 不行 因為我這個呢 不行 第一個腫瘤多顆 第二個它要先讓它縮小 所以我採取的是 數前輔助治療 我先打六次化療 然後再開刀 開完刀 把那個切下的東西去化驗 還有癌細胞呢 就換藥再打14次 沒有癌細胞 就同一個藥再打12次 所以這個東西 它不是一年半才可以結束 它大概要持續到兩年 所以我可以知道 那最後判定 這個叫 你這個有什麼名詞嗎 就是乳癌的第二期 他在那個超超音波的時候 他有講 他說 其實長得規則的 也不一定就是好傢伙 有些長得規則是壞東西 他只是偽裝成好東西 長得醜的 他也不一定是 壞東西 對 所以還是要切片 沒有做切片都不知道 對 那為什麼我後來又挨意到 就是因為他當時切了四個點 所以我後來切片 然後整個胸部腫脹 那不行 他切了四個點 要看我有沒有那個 轉移到淋巴 第一次切出來的時候 他說只發覺細胞有變異 但是因為影響到健保 給付的藥物的部分 那他又再穿刺了一次 就隔週再穿 所以我15號的時候 又穿刺了一次淋巴 23號回去看報告 大家都很開心 要過聖誕節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就很沮喪 因為我就知道 一方面一則已憂 一則已喜 因為一則已憂的是 我如果轉移到淋巴了 感覺又更複雜了 當然 那如果沒有轉移到淋巴的話 我那個藥就要自費了 那自費其實蠻貴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到底是 要轉不轉 我就想說 神經病我幹嘛想那麼多 我想那麼多幹嘛 我就是 他也決定不了 重點就是我要開心 可是你知道你 你剛知道你要 你剛得知那些 就是零零腫的訊息的時候 你會很慌 當然 你會覺得說你感覺你人生 好像完蛋了 所以為什麼我想站出來 跟大家講這事情 是因為我希望 很多人不要因為 知道了這些 然後就覺得人生毀了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當然 那乳癌其實現在 醫藥都很進步 我希望用我的經歷鼓勵大家 就算我頭髮要掉光 那也沒關係 現在有假髮 這就是假髮 假髮很OK 那只要我體力允許 我都會走一走 讓我自己的體力精神是好的 然後 讓我自己是開心 所以我老婆本來說 你不要去工作 你就是在家 我說請問我在家要幹嘛 我每天在家 我就是看著鏡子發呆 然後看著自己很狼狽 然後看著沒有帽子可以戴 因為每個帽子戴起來 都是光的 我說我要幹嘛 我心情不好 所以我第一週 我會特別不舒服 因為我化療三週打一次 我第一週會特別不舒服 那我就第二週第三週的時候 我就是安全的防護之下 我可以走動 甚至我朋友 直接帶我去陽明山 就是吃點肉 去走一走 走一走 心情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很多乳癌病患 或者是癌症病患 體力許可之下 還是要讓自己盡量的 多動一動 讓自己開心 然後不要一直 往負面情緒去思考 因為 我覺得當你擁有很強的 求生意志的時候 那些癌細胞會遠離你 我媽媽87歲 得膽管癌 要知道膽管癌是 次於胰臟癌的 對 因為很難檢查 膽管癌是次於胰臟癌的 我媽媽都說全身都是黃膽 黃膽指數是三十幾 你知道嗎 全身是黃的 我媽媽得到 我媽媽多陪了我四年半 膽管癌 所有醫生都說三個月 最多半年 我從來沒有告訴我媽媽 她得癌症 都在騙她 我知道 對 就說 開刀以後 因為這邊不通 要把它拿 要傻傻 每天很開心 對 你知道嗎 還有就出國去玩 孝順 超孝順 所以我就想說 心情會決定病情 對 我在醫院住院的時候 這很少人會分享 就是我醫院住院的時候 我就跟護士聊天 我說我想問你們 就是你們有沒有就是 就是發現就是 就是跟我一樣身邊的病人 有什麼特徵 或怎麼樣 然後她說有啊有啊 像你這麼開朗的很少 對 然後我說其實 我也是 就是想聊天 她說其實 他們沒事 真的沒事的時候 他們就會陪我來講幾句話 那也不是聊很久 講幾句話 她說有一個特徵 你看就是乳癌 心情鬱悶 不開心 很多人都是女強人 再來就是老師 對 情緒很壓抑 有些人甚至連 我現在幾點幾分 開始打 10點52分 打到 打到3點26分 她都會記得很仔細 DETAIL 什麼事情都要要求得很完美 為什麼我要什麼事情 都非常的過度在意呢 什麼事情都要掌控 那是很不好的習慣 我們追求一個大範圍好就好了 也不要 就是難為自己 也饒過別人 後來就覺得 心情真的非常重要 對 因為一開始我很開朗 就到 打到兩三次話來的時候 開始就很鬱悶 就覺得說 世界末日了吧 這什麼很痛苦 身體很多分很不舒服 可是後來慢慢你看開了 心情也 就是慢慢好了之後 我決定要出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我心情是開心的 我想這些當醫生 他們看過太多了 真的 來 我們還有哪些是女性需要注意的 我們最後就提醒大家幾個方法很重要 一定要隨時再注意 當然第一個最重要就是 真的有摸到腫塊 那可是其實腫塊 其實就算是專業的意思來講 我們一公分以下 或一公分左右 那個觸感有時候真的 就已經很難了 所以很多其實摸到其實這兩公分 所以還是要檢查 那檢查的話就是 每個月一定要提醒自己都要做檢查 如果這個腫塊持續都沒有變 沒有沒有沒有變 變小變不見的話 一定要趕快找專業醫生 還有腋下 要從乳房要檢查到腋下 一定要保持檢測 那有時候連男生都要懂得檢查 那第二個提到 就是剛剛欣宜有提到 他的大小的問題 對 突然變圓潤了 突然變大了 你照鏡子發現說 這個不合理啊 怎麼我以前每天這樣看 怎麼會突然不對稱了 一定要跟提醒自己說 這個也要去做檢查 因為一定是因為 裡面的結構組織 有一個東西增生了 有一個東西變化了 它才會變大 變不對稱 第三個就是剛剛欣宜也有提到 乳頭的凹陷 你以前不凹陷 你突然變某一側變凹陷了 一定是因為那個 想東西的位置在乳頭那附近 它又到了那個牽引 結力組織往下拉 那可能那邊就開乳頭凹陷下來 更要提高警覺 那第四個欣宜也有提到 就是皮膚的變化 所以你明明莫名其妙 這個地方也不會有風吹日曬 融有濕疹 紅腫 甚至一些發炎的現象 還有剛剛他提到 像橘皮一樣的變化 毛細孔突然變粗了 不對勁 兩邊的乳房的皮膚構造 不一樣了 變有點像橘皮狀的組織 慢性的濕疹 一定要提高警覺去找醫生做檢查 那最後一項就是 異常的分泌物 尤其是說 單側 或是說不管你是有 有點血狀的 或有點清澈的分泌物 持續都在發生有分泌物 又持續是單側的話 更要去做檢查 像我們醫院最近有一個女生的患者是這樣 她是大概在今年五十歲的時候 也是因為她覺得她自己 右邊的乳頭凹陷 就趕快去到乳房外科去醫師診斷 醫師也發現說 你這個是不好的細胞 大概也是第二期 那我們現在在臨床上 我們家醫科都常在做叫做 乳房篩檢 我們都鼓勵說 我們有國健署的一個 一個免費的 X光片的篩檢 那我們的個管師 就會去調她的資料 因為我很自責 你怎麼會在五十歲的時候 知道說 你怎麼會沒有做這個篩檢到呢 結果發現說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有追蹤她 從四十五歲開始 有聯絡她說 你可以來做乳房篩檢 到四十七 因為每兩年可以做一次 她幾乎每年我們都有聯絡她 我們後來個管師 有跟她溝通到說 為什麼我們之前聯絡到你 你之前都有來我們醫院糾診 我們都沒有來做這個乳房攝影 她就跟我們講說 我每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我的腫瘤指數從來沒有偏高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這就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健檢的裡面的腫瘤指數 不能診斷癌症 我們每個醫生都知道 為什麼 我又要講 這真的 因為我就連已經 醫生都宣布我確診了 我當下抽血的那個什麼 癌症指數還三十幾而已 然後我就說 醫生我的癌症指數很低 她說那個 對啊 可是女生很容易自己騙自己 就會告訴自己 說沒事 我不要給人家看 對 你可以不要給別人看 可是你一定要想辦法去 證實這件事情是好的 而不是讓你以後會 真的大到像樣真的很嚴重了 腫瘤已經越來越大 只是更難治 那個存活率又更低 就會耽誤你整個治療的時間 沒錯 那你現在也做了化療 還做了人工血管 它其實很像一個鈕扣 你就在那個身上 就別一個鈕扣的概念 是 對 然後那天做人工血管的時候 醫生也說 我的那個血管很好 也很健康 血流也很順 然後但是他就會 因為會局部麻醉 然後他就會開始就拉扯 然後把血管要塞進去 幹嘛了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弄了很久 方便以後注射用的 對 因為為什麼要做人工血管呢 因為化療的藥非常的 毒 簡單講就是比較毒一點 是啊 它會攻擊你好的 跟不好的細胞 沒錯 所以他如果化療藥 如果有外露 那是真的非常不OK的 所以他們其實是為了 保護我們原本的血管 跟身體的關係 要做一個人工血管 那當然很多人就是 之後 好了一陣子以後 其實就是可以拿掉了 就可以拿掉了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個印記 然後大家可以看 我脖子這邊不是有黑一塊嗎 對 有意思 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做人工血管的時候 他就會說這幾天都不能碰到水 貼那個膠布 結果我起了嚴重的過敏 我整個變紅 到現在已經 你看已經 12月28座人工血管 到現在 還是有一個三個月了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就發現怎麼都不會好 紅的嚴重的程度 很像燒傷那種感覺 那妳沒有貼那個防過敏的 一樣 我的膠就是防過敏 沒有用 皮膚科就是癌症專門的那個 皮膚科門診就去看 他就說 妳這個是嚴重的皮膚診 就給了我什麼什麼藥膏 讓我去擦 那妳化療已經打幾次了 我這個禮拜要做第四次 那我這樣子的型態的 我有打 標靶藥物跟化療藥物 其實化療就是化學治療 它就是掉點滴 那妳掉點滴進去之前 它會讓妳沖一些食鹽水什麼 所以妳真正打的時間會 好幾個小時 那妳在那邊其實有時候就會 發熱發燙 但是一開始第一次的時候 我的醫師就跟我講說 妳要趕快去買假髮 然後她說打了很快就會掉 我說很快很快是多快 她說真的很快妳要趕快去買 我每一次回診 她一直催我去買假髮 然後我就說好 那其實我一直都很不想 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女生的頭髮感覺一旦消失了 妳就會覺得自己很像一個姑爐 就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都很不想去面對 跟處理這件事情 直到我真的去裝人工血管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 走吧 我們去買假髮吧 然後我就看著琳瑯滿目的假髮 戴在我頭上 我都覺得自己很滑稽很好笑 就覺得這是誰 好像不是我 我現在要面臨的是一個 好像不是我的人生 可是我就把它當作我在演戲 妳好像在過一個別人的人生 妳感覺妳就在演化療的病人 對 妳就這樣子講 好多了 真的 然後我就要顯得就是好像有點虛弱這樣 我說不錯 演得很好 安慰自己一下 然後 好了 我就買了假髮回去了 然後也做人工血管了 但是第一次打壞藥的時候 真的非常不舒服 因為我第一次的藥劑的量是兩倍 但是一回到家的那五天 每天便秘 父子脹到像五六個月般的大 重點是 妳想吃東西吃不下 我的味覺變得好奇怪 我吃什麼東西都是苦的 我吃肉也是苦的 我那天想說 那我都沒有胃口 那我叫個漢堡來試試看好了 我只是想試味道 我原本是可以吃一個套餐的人 然後我那天叫了一個小的即式漢堡 跟六塊即塊 我吃了兩塊我都吃不下 我用沾那個糖醋醬 我只有吃到甜味 我沒有吃到酸味 然後我吃那個起司漢堡 我一咬下去 我勉強我自己咬了五六口 吃不到一半 我就把它放旁邊 它味蕾都改變了 完全改變 因為我吃的那塊肉是苦的 你吃肉是苦的 你會吃得下去嗎 完全不可能 我說算算 那我喝點水吧 我代謝我的話聊 總可以吧 妳才喝了一杯水 妳腹脹如牛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排氣 我要排氣啊 他說打嗝 可是妳知道 我其實是很怕我自己排氣的 因為我跟我先生不太會在對方面 放屁這樣 我時不時就要放屁 然後放完屁又繼續開始脹氣 感覺那個氣永遠消不下去 痛苦的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把肚子裡面的糞便排出來吧 排不出來 每天看到馬桶都是血 吃軟便器都沒有用嗎 我都吃了 都沒有用 一天我吃兩次到三次 沒有用 然後我喝大量的水 脹氣脹到妳也喝不下太多 妳就會逼自己一直灌 半夜更慘 妳要睡對不對 老公已經睡到打呼了 妳還在那邊斜坐著 然後就 只能一直輕輕地喘氣 因為妳一喘就 氣還是壓到 妳就喘 想說 我現在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睡 然後就是 一整夜就這樣子 然後就到早上了 睡不著 吃不下 又脹氣 然後妳想去上廁所的時候 上不出來 自從開始犯了 就整桶都是血 我還好我一開始沒有掉頭髮 我是到15天才開始掉頭髮 而且前一天還給我一個賽 就是我眼睫毛先掉三根 掉了三根 現在三根掉了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快要開始掉了 要掉了要掉了是一個賽 要掉了要掉了 對然後我還說 老公你看我開始掉睫毛了 他說 然後呢 他也不明白什麼意思 其實只有我自己知道 病人很敏感 然後開始出現就是 我只是摸一下頭髮 一把 是 一把 而且我其實已經剪短了 還一把 妳就知道那多可怕 好 我想說 那不行 我要把我的枕頭上面 鋪一直要 鋪一個毛巾 晚上睡覺 它就一直扎著我的頭 然後我想說 這是什麼生活啊 每天妳就是 期待可睡 可吃 可拉 就是天不從人怨 一個禮拜以後才好一點 可是一個禮拜以後發生什麼事 滿臉長了爛痘 那個爛痘是還有白頭加紅腫的爛痘 然後我就很緊張想說 這怎麼了 然後指甲開始斷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指甲有這個 一條一條的橫圈紋 就是它會 有一圈一圈的 然後我就知道說 其實我就是很明顯就是 後衣服 對 然後指甲每天斷 然後妳冷熱也變很敏感 我變貓舌頭 我喝一點點溫水 我就好燙好燙 不行 我要喝溫涼水 我連洗澡 想自己洗個碗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妳的那個熱水 開到熱的地方 就是跟體溫差不多 比體溫高一點點 洗澡的溫度喔 妳就會覺得好燙 我的手已經開始 像濁傷的那樣紅 打到第三次可怕的點是 我去打的時候 我整個手已經變蠟黃 我看我自己身體一天天變化 我就覺得太痛苦了 我真的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一直把護理師抓來聊天 我就問她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 她就安慰我說 沒有 其他人是這樣 都一樣 我就覺得那公平多了 所以不是只有我這樣想 我也經過跟你同樣的 所以妳正在化療的人 妳不要緊張 我也是經歷過 所以她就覺得 其實為什麼上天要安排我得呢 她肯定知道我能承受 我可以安慰別人 她讓我去安慰別人 妳怎麼樣用不同的心情 妳用不愉快不開心的心情 妳也是過24小時 對 妳換一個角度 妳用一個很接受正面的心 那也是過24小時 其實我這算是 也一個非正式的一個統計 臨床的經驗來講 其實妳化療的副作用越大的 其實這個病人對這個的反應越好 意思就是說妳的腫瘤 大部分縮得會比較快 一般現在乳癌 在我們當初那個年代 就是其實得乳癌 動不動就是整顆乳房都切掉 而且那時候的武器沒有這麼多 而且當初的化療 比妳現在還辛苦更多 而且那時候的化療 都還要自費三十幾萬 那時候還沒健毛那時候 隨著時代越來越進步 現在大家的武器越來越多 那現在比較常見的一個治療分型 就這幾個 第一個是 先看妳的荷爾蒙 是ERPR是不是陽性 它既然是陽性 代表它就會怕抗荷爾蒙的藥 那我們就多一個武器可以對付它 那管腔A型指的就是說 它我們會看一個 KI67的腫瘤增生指數 KI6714以下 它往外散的機會沒那麼高 所以妳就比較可能 只是荷爾蒙療法就可以 但是如果妳是14以上 那代表妳往外散 往外長的機會很高 這時候我可能 荷爾蒙療法就要再加化學治療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會看妳的喝兔 妳也要喝兔陽性 妳才有標靶藥物可以用 妳今天如果喝兔是陰性的人 妳沒有標靶藥物可以用 妳也就是跟剛剛的概念是一樣 妳這荷爾蒙受體藥有 妳用它才有用 那可是呢 現在健保的規定 這就是心理為什麼 會多戳一個淋巴的這個原因 因為現在台灣的健保就是說 我明明知道妳是喝兔是陽性 可是妳淋巴結沒有轉移的時候 她是不能用的 對 她健保不付 就要妳自己付就很貴 所以她是想盡辦法 要把妳戳到油 然後讓健保幫妳付 因為對妳來講 妳看妳ERPR上面是沒有 但是妳喝兔有 現在對妳唯一有效的治療 就是化療加標吧 所以他們盡全力的想要幫妳 減低妳的負擔 然後幫妳治療好 那最後一個更討厭的是 所謂的三陰性 而且三陰性其實是目前來講 我們最不喜歡遇到的就是說 她可能只在一公分 她就已經跑到身體很多地方都有 因為現在的 大家對健康的意識要越強 我有一個45歲的一個女性 跟心仪很像 但是她是淋巴結沒有轉移的 那她就是ERPR也是陰性 然後她是喝兔陽性 那她覺得她淋巴取不到 可是她唯一最有用的 就是化學治療加標靶 標靶都對她這麼有用 所以她寧可趕快去自費去做這件事情 她也要把這個東西給她壓下來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說 我聽我自己的ERPR 荷爾蒙受體是陰性的時候 是不是就很不好 是不是就很容易再發 其實這個病人已經這樣子 煩惱自己大概四年多了 其實都沒有再發 所以現在乳房如果說 妳能夠想得清楚 以前我們常常在講 萬一真的很不幸很不幸 需要得癌症的話 妳要嘛就選乳 要嘛就選腳狀線來 因為這些都有很好的武器 而且存活率都很好 妳治療好之後 妳不會看不到妳的兒孫背長大 但是其他的 像剛才乃哥提的 膽管癌這些 就很困難 對 我現在就是等 再做三次化療 然後就要開刀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比較 煩惱的部分 是重建的部分 因為像 我剛剛有講 我是右側有三顆腫瘤 那有很靠近乳頭的部分 所以我問過我的醫師 五百次了 每一次住院 然後回種都說 真的要全拿嗎 真的要全切嗎 還是兩邊一起切一切好了 反正我左邊也有纖維線流 他都一直跟我講說 不建議 他就是很 你知道很溫和地告訴我說 因為妳左邊好好的 不要去動 對 那右邊呢 一定得切的原因是 妳雖然腫瘤只有兩公分 可是妳有三顆 她要切一個保險範圍 我姑姑也有 我姑姑是管腔B 所以她就是 克爾蒙藥物 就要一直吃 可是因為她已經 轉移到骨頭了 所以她就會 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上週 才一起出來吃飯 然後她就有跟我講 她就說 妹妹我跟妳講 妳喔 做那個胸部喔 妳知道老了 最無法抵抗的是什麼嗎 地心引力 就是地心 她說 她現在一邊胸部是垂的 另外一邊 有裝了那個矽膠 是挺的 那因為我們家的基因 胸部都是豐滿的 所以我姑姑要做到 跟另外一邊 一樣 一樣平衡 她要做比較大一點點 她才會平衡 所以她說 那個矽膠每天晚上 倒下來睡覺的時候 她就壓著她胸口 喘不過起來 然後她也沒辦法趴得睡 她說她超級痛苦的 對 就一直告訴我這件事 最經理不要做太大 當然 然後醫生就說 妳也不要緊張 現在有一種新的技術 叫做 就是妳拿肚子跟背後的一些 脂肪 脂肪 還有皮膚 對 她幫妳弄下來 然後去補在胸部上 因為當然肚子要夠 如果你肚子太平了 不好意思喔 那個沒有空間 沒有空間 剛好我生了三胎 OK這樣子 那其實在這邊 可以跟大家呼籲就是說 其實 雖然我們健保沒有給付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人 如果有商業保險 可能會部分給付 那另外乳房重建 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以前 在更早以前 我們就有遇過 譬如說六七十歲的阿嬤 她們常常就是 乳癌到皮膚都爛掉了 但是她們不願意來就證 就是因為她們覺得 第一個不好意思 來看男醫師 或是不熟悉的醫師 她們覺得這是一個 很私密的器官 那另外其實還有很多女生 之前不敢就醫的原因就是 因為她擔心說 被診斷不好的東西 切掉了 然後呢 她其實會害怕 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以前 關於乳房重建的資訊 沒有那麼的豐富 那大家也會害怕 所以很多老一輩的人 也因為這樣子就很害怕就醫 那其實在這邊想跟大家呼籲 就是很謝謝心儀出來跟大家講 那其實乳房重建 我們以現在整形外科的能力 不管是用甲體就是液乳 不管是用矽膠的甲體 去做什麼樣子的重建 或者是說配合自體組織的皮板重建 包括擴背肌啊 或是我們腹部的皮板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到很好 那甚至是像我們傳統 會覺得非常困難的 就是乳頭乳暈會被犧牲掉 就是所謂的全切 就是乳頭乳暈整個被拿掉 那皮膚都已經少一塊了 那乳頭又有它的形狀 那我們再怎麼放甲體 它就不會有原來的樣子 而且它皮膚會變得很崩又很緊 那其實像現在 我之前我就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三十幾歲的乳癌患者 三十幾歲很年輕 他還沒有結婚 也沒有生小孩 那他其實被診斷乳癌的時候 他也是很難過啊 因為他媽媽也很心疼 然後他來找我的時候就說 那一世就是我想做重建 因為我根本就還沒有結婚 我不想要乳癌好了 然後沒有然後 就覺得眼神好像停了這樣 那後來就是因為他很不幸 就是乳頭乳暈也被犧牲掉 那後來我就跟他解釋完之後 我們就幫他做一個乳房重建 就同一次手術 就是當下手術 把他乳癌切除完之後 就做立即性的重建 我們就拿擴背肌的皮板 轉後面的皮膚拿來去 補他乳頭乳暈的皮膚 然後裡面的乳房的組織 我們再用家體去撐 那所以他有這個形狀 又有他的皮膚 那乳頭乳暈怎麼辦 那其實像現在我們整形外科 即使以前這個做的普遍不多 或是做的效果沒有那麼好 我們現在比如說像 那位三幾歲的女性 她也很在乳頭乳暈的部分 我在第一次幫他做重建的時候 就取了他的肋軟骨 等到他這個皮板做完之後 穩定之後的第二階段 我們再做乳頭的皮板 把那個乳頭的皮膚 做出來一個凸起來的樣子 然後裡面把那個肋骨放進去 他就會有他的形狀 跟立體的樣子 那最後再用醫療性的刺青 其實現在刺青很厲害 就是用刺青把那個顏色刺出來 那現在這樣做到已經是 如果真的做到好 已經外觀可以算是很好了 那即使是這樣 我們醫療還是不斷進步 像我們整形外科在做重建 因為我們做這些都是外觀 那現在即使是感覺 我們以前覺得不可能重建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整形外科 看每個人狀況 病友狀況允許的話 甚至是可以 用感覺神經去接 再去重建他的感覺 其實我們是 這麼厲害 其實是一直都有在進步的 就是其實這個以前 可能是根本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對啊 其實現在都是變成可能 當然我不是說 每一位病友可能都可以適合做 因為乳癌的重建它很複雜 就是說癌症才是它最重要的治療本體 對 它要看每個人癌症的狀況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後續有沒有要做放射線治療 也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來 我們來聽聽 我們陳醫師要提醒 我們所有的偉大的女性 要平常都要做什麼檢查 一般現在乳癌 因為發生率變第一位 女性第一位 然後年輕化 所以一般建議就是每半年 30歲以後 每半年就去追蹤一次乳房超音波 那為什麼會講半年 因為剛才前面有提到 腫瘤從突然間沒有到摸到 一般在科學統計上 大部分都是大概半年的時間 影像上看不到 到看到大部分就半年 所以一般以六個月為建議 然後再來就是 40歲以前的女生 如果要診斷乳癌的話 是超音波比較準 因為乳腺比較致密 40歲以後就是 攝影會要先做 然後再看看 需不需要再做其他的檢查 所以不要一來就說 醫生我一定要做超音波 醫生我一定要做攝影 因為這個其實是有國際的一個準則在那邊 最後一個提醒大家不要看癌指數 癌指數這個東西很不準 但是呢 那你一定要看癌指數 因為它是你的基準值 可能你之後三年兩年三年都很正常沒事 某一次你覺得乳房也沒問題 你的癌指數高了 那代表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有 所以癌指數用的是基準值的一個比較 也不是完全沒意義 但是用來診斷是沒有意義的這樣 是啦 所以現在女性真的很辛苦 因為要除了當媽媽之後呢 還要工作 還要工作 那因為像我個人呢 其實睡眠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睡眠一不好 其實會整個影響到你所有可能 然後呢 情緒也不好就會比較當 所以我那個想說都一直睡不好 而且每天睡覺的時候是翻來覆去 你明明就是很累很想睡 可是呢還是就想到明天又要幹嘛幹嘛 很多事情在腦筋裡面這樣轉來轉去 所以根本就是沒辦法睡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就突然就問她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幹嘛 然後就有聊到她說 現在有一種益生菌 是可以幫助你情緒跟釋放你的壓力 我想說啊 我吃了這麼久的益生菌 我不知道益生菌還可以幫助睡眠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趕快去上網查 想說我一定要查 這到底是什麼 後來就讓我找到這個 這個益生菌呢 我有去特別問過我的醫師朋友 他在醫師界 然後也是很受歡迎的 像你們現在桌上有 你們可以打開來直接吃 只要旁邊有水 對 他就是可以讓你的心情放鬆 然後他有得到一些專利 就是很 他的專利特別一般就是 他叫做快樂益生菌 快樂益生菌 那你知道一聽到快樂益生菌 那是不是就這樣馬上來吃吃看 到底會不會快樂 你會發現吃了一陣子之後 他確實會讓你的心情有點放鬆 那讓心情放鬆之後呢 晚上睡覺的時候壓力 就是你會睡得特別好 然後你睡得特別好 一覺到天亮 自然然睡眠品質好了 是不是人就快樂了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不錯對不對 所以選對益生菌的菌珠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是專門針對睡眠跟情緒的部分 像PS128的菌珠 他還是台灣之光 因為他有獲得多項的專利跟獎項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吃得非常放心 後來吃完之後就發現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 像我們這種 就是除了生活 工作壓力 睡眠品質不好 睡眠品質 對我覺得他 他個人就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他很好吃 他一直很好吃 而且他很順 我跟他倒到口箱 他馬上就滑掉 就滑掉 不用喝水也可以 對 他其實不用兑水 那可是我是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要吃的時候 你倒到嘴巴裡面 你可以配一些水 我跟你講 人家講萬病之源在什麼 在於睡眠 還有情緒 我跟你講睡眠太重要了 真的 你睡眠不好 其實真的就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是啊 所以你知道以前 我老公在旁邊一打呼我就醒了 像現在他打呼再大聲我這樣睡 他說你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是你打呼他們 對 其實現在很多人是因為壓力大睡不好 我上次就有一個客戶 她就32歲 然後你知道那個女生 她是做公關公司 你知道做公關的人非常忙 尤其在做那個記者會活動 她就跟我說 她到半夜她都還夢到 那個記者會在進行的時候 她要遞那個麥克風給主持人的時候 結果掉了 你就知道她壓力大到她都睡不好 那睡不好就會有很多的一些狀態 那我聽一聽 因為她其實因為很忙 她就會喝飲料 當作一餐就這樣過了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個皮膚啊 什麼這些 它都會有一些身體的現象出來 那我就跟她說這樣好了 我說第一個就是 你還是要好好吃 因為好好吃還是很重要 好 第二件事 我就說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補充一下益生菌 她就問我說 為什麼 營養師我要用益生菌 調這個 你覺得這個心情的問題 或是整個身體狀況 在以前就是我們會有一句話 叫做傷心欲斷腸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說的 聚腦腸軸它其實有相關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是腸子 這是我們的腦袋 那我們所謂的心情好 叫做多巴胺 這些的好情緒的荷爾蒙 但是大家可能會想像 它就是跟我們的這個心情好 都會跟腦袋產出來有關 但是其實它很多幾乎都是 從腸道裡頭去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如果腸子的這個好菌多 相對你的這個快樂的這個荷爾蒙 這些才會增加 那這個PS128這個益生菌 這個菌株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做這個相關的研究 什麼樣的研究呢 它就是找了就是科技業的人 來做這個研究 大家也知道科技業的人 相對它的壓力大 所以也會容易睡不著 那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的之前 和之後使用了兩個月的益生菌 然後就發現他們在這個 自覺壓力的狀態就有減輕 同時難以入睡的狀態呢 就是也有變好的現象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在選擇這個益生菌 對於心情好 其實像這個PS128 它同樣有做研究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腸道健康 基本上身體就會健康 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特別現在的心儀 跟大家分享很偉大 我們這裡要參考 好 那最重要提供觀眾朋友們 身體有任何的益狀 千萬不要忍 有任何問題 趕快去找醫生 去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萬一有狀況 提早就醫 都不是問題 現在台灣的醫療 那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有這麼多好的醫師 都在我們節目當中 還可以你看看 上網去請教他們 都可以的 好不好 希望大家 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 謝謝